- 解開你的困惑 化解你的煩惱 - 潘朵拉心情Bus - 帶你探討不同的心靈世界 - 大家好 我是鍾博 - 大家好 我是Nicole - 現在潘朵拉心情 - 就是希望大家心情好 - 對不對 - 對 - 可是最近新聞吵得沸沸揚揚 - 一粒一休 - 很多人心情開始叮噹 - 真的 - 因為你知道 - 這個為了很多的勞資雙方 - 勞方的人力資源成本增加了 - 對 - 所以他乾脆取消很多加班 - 對 - 但是爸爸媽媽一定知道 - 我們有很多的勞工朋友 - 就是靠加班賺錢 - 沒錯 - 比方說服務業 - 比方說像我們的醫療人員 - 對不對 - 那Nicole - 那怎麼辦 - 結果這些人他們現在反 - 可能要去找更多的機會賺錢 - 對 - 口袋現在都空空 - 沒辦法加薪 - 是 - 更沒辦法加班 - 大家還有聽過雙卡嗎 - 我好像聽說雙卡 - 你講給媽媽聽什麼雙卡 - 信用卡 - 什麼健保卡 - 什麼這些卡 - 沒有 - 我說的雙卡不是這些卡 - 對 - 我說雙卡是現在有人竟然要 - 拿兩張卡去打卡上班 - 因為他為了要規避所謂的 - 我們講的這個加班制度 - 所以呢他又想要領到抓班費 - 那老闆就說可以啊 - 那你就去拿別人的卡來打卡 - 大家幹嘛過得這麼辛苦呢 - 對不對 - 雙卡潘朵拉嗎 - 以後我們也會不會變這樣啊 - 完蛋 - 沒關係 - 我相信在這樣的一個經濟 - 這個混沌的這樣的一個世道下呢 - 還是有辦法可以賺到錢 - 因為有法就有破嘛 - 對不對 - 真的 不然老闆也想盡辦法 - 員工也想盡辦法 - 真的很辛苦 - 我們今天就要帶爸爸媽媽 - 一起來看看有沒有什麼 - 能夠破解這些經濟不景氣的好法子 - 首先來歡迎我們的來賓 - 第一位呢 - 是我們的資深媒體人 - 王瑞德 - 王大哥 - 主持人好 大家好 - 長期跑新聞的 - 他看過不少公司的起起伏伏 - 他知道啊 - 要怎麼樣才掌握好文啊 - 才能持續在電視村生存下去啊 - 第二位呢 - 則是我們的風水秘密理大師 - 江伯樂 江老師 - 主持人好 大家好 - 江老師是風水界的第一把交椅 - 她是政商娛樂圈名人的指定風水師 - 如何開域 - 門一 - 準沒錯 - 第三位 - 則是我們的成功小資女 陳馨 - 主持人好 大家好 - 陳馨 - 三十五歲前就擁有了百萬存款耶 - 人生低筒金 數字儲蓄 - 累積中不只投資健身事業 - 現在還準備投期款買房子呢 - 瑞德哥 - 想問你一下 - 像現在這種一粒一休 - 對整個台灣的社會衝擊真的很大 - 就你的觀察 - 可以不跟我們分析一下 - 對沒錯 - 因為連行政院長林全都說 - 漲價是必然的 - 他這樣一講的話 - 大家本來不該漲的 - 大家回合趁機漲價嘛 - 那現在一粒一休 - 帶來台灣最大的衝擊是 - 什麼實業呢 - 剛剛中博講的製造業 服務業這些 - 你需要用大量人力勞工的行業對不對 - 那就大量的增加 - 而且最可怕是什麼 - 我們那天前去旅行社 - 要辦理相關的出國業務的時候 - 連旅行社的相關的員工都說 - 老闆說禮拜六禮拜天你們不要來上班了 - 他們怎麼說靠加班賺錢啊 - 那他們靠加班 - 然後禮拜六禮拜天不是很多人要來問對不對 - 我因為怕老減 - 老減的話我就花錢 - 老減很可怕 - 那所以就變成怎麼樣 - 那員工他的加班費沒有賺到 - 可是問題是他的收入就減少了 - 然後事實上漲價的錢 - 也不一定會到員工這裡來 - 那好怪 - 因為老闆漲價的錢不是應該就是 - 因為員工的薪水加班費增多嗎 - 可是他員工沒有拿到 - 老闆漲價了 - 那錢可能又掉入了老闆的口袋裡面 - 所以一粒一休最大的影響 - 本來是好意 - 他沒有想到他的後遺症造成說 - 萬物皆漲趁機趁火打劫 - 那最後的結果就是剛剛說了 - 價也不一定放得到 - 然後你的加班對不對 - 加班費也拿不到 - 那對很多人事實上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 而影響最大是什麼 - 正職的人員 - 賺到了錢又沒有真正到我們的廣大勞工的手上 - 所以他是很好的 - 本來利益是很好的 - 但到後來因為他沒有想到他的後遺症 - 最後你看 - 現在豈不是逼得大家去找這個派遣工 - 那派遣工又沒有所謂退休金的保障嘛 - 那結果弄了半天我們正職的員工 - 到時候你又沒有升遷的機會 - 也沒有很多可以加薪的機會 - 而且甚至於連年終獎金都欠這個機會 - 因為我預料我的加班費可能會增加我的成本 - 我乾脆年終獎金掃給你 - 可是我們今天市場來了一個來賓 - 他從頭到尾都在那邊那裡笑 - 意思就是說他好像一副胸有成竹 - 好像對抗這一波一利一休 - 他卻完全沒有傷到 - 這個人聽說姓陳叫陳欣 - 陳欣 - 是 - 為什麼你一直都這樣子 - 那麼開心那麼開朗 - 然後好像錢還是存得到 - 你怎麼辦到的 - 我那時候本來想說一個工作 - 我就一直做到底好了 - 做到退休 做到老死好了 - 我就拿退休金 - 可是怎麼存說真的 - 假如你只有一份薪水 - 然後老闆又沒有什麼加薪 - 然後你這個時候就會覺得說 - 那我要存到什麼時候 - 定存嗎 - 可是每個月扣掉房租 - 扣掉生活費 - 因為我們是住外面租房子 - 台北房子也不便宜啊 - 也要兩萬多 - 不是不便宜啊 - 這很貴 - 租房子很貴 - 15年來台北市的房價 - 漲了3.5倍 - 對 - 你的薪水怎麼漲3.5倍 - 所以啊 - 我就求人不如求計 - 你要求老闆跟你加薪 - 你還不如 - 就是自己再找一份工作 - 覺得做業務 - 最快賺進錢的時候 - 因為它有奖金啊 - 我就換了一個業務單位的 - 購物台的工作 - 然後再來下班 - 就馬上去兼差 - 做教練 - 有氧教練 - 還做教練 - 好厲害啊 - 這兩份薪水 - 好像就能夠cover掉 - 我的這個房租 - 然後也可以cover掉 - 我就存 - 還有多一筆 - 一半以上的薪水可以存 - 然後呢 - 再來現在 - 我這樣存啊 - 林林總總這樣弄哦 - 又定存啊 - 又投資啊 - 然後再也有些 - 小Payboard啊 - 然後呢 - 可以存到第一桶金 - 而且我即將投資 - 那個運動事業 - 所以你看 - 一定有一些Payboard - 所以呢 - 即使我們發現 - 就算老闆不加薪 - 甚至不給你更多的 - 工作加班機會 - 但陳馨 - 他自己找到了方法 - 是 - 他白天動口 - 他晚上動手 - 然後可以賺三份的薪水耶 - 欸 老師 - 那這個我就想要問了 - 今年2017年 - 那我們都也希望自己的小孩 - 或者是我們的爸爸媽媽上班族 - 也能夠像陳馨一樣這樣子 - 哇 財源廣盡 - 那你覺得我們 - 是不是應該要先知道 - 2017年有什麼樣的大變化 - 先掌握這個變化 - 才知道自己該怎麼樣來配合 - 是 因為今年五行 - 今年五行屬金 - 那因為今年是丁酉年 - 火來克金 - 那火來克金代表金融 - 金融業可能會出現大的問題 - 那金融當然包括股市的漲跌 - 也會出問題 - 那因為今年是 - 今年五行屬金 - 那五行屬金來生水 - 所以跟屬水的行業 - 就可能會變好 - 當然因為火來克金 - 屬火來的行業就不好 - 那輸入的行業到底有哪些 - 比如說運輸業 - 老師你看看 - 運輸業 百貨業 - 對 - 屬火來的行業 - 但好的話就剛剛我們提到 - 就是說跟水有關的 - 比如說運輸業 百貨業 - 航空業 設計業 - 是 - 但逢問中期來講的話 - 在下半年會比較好一點 - 下半年 - 其實我們先掌握這個2017年 - 要注意的地方 - 然後再學學像陳欣 - 他是不是有什麼樣的一些 - 私底下的PayPal - 讓他自己能夠這麼多工作的機會 - 可能觀眾朋友要注意 - 等一下廣告回來 - 我們再來請陳欣 - 還有我們的老師 - 告訴我們賺錢 - 各位相信什麼PayPal - 可以讓我們打探集的 - 廣告回來告訴你 - 歡迎回到 - 潘朵拉心情Bus的現場 - 我知道這個爸爸媽媽一直都在想 - 就是說 - 對啊你們剛剛一直在講 - 領這樣死薪水 - 那剛剛陳欣也說 - 你就是一份工作 - 這樣慢慢的存慢慢的存 - 我告訴你啦 - 不要說買房子啦 - 你連退休金都不夠啦 - 對 - 所以你 - 更何況要 - 才想要什麼 - 比如說每個月還要給爸爸媽媽 - 一些校養金 - 我看也很難 - 校養 - 對 - 我真的覺得連那個 - 我們講的校養金 - 可能都給不出來 - 對 - 所以我們不可能一直都靠這樣子嘛 - 我們一定要突破現狀 - 陳欣 - 這個工作在做的時候 - 其實我那時候換到購物台的業務的時候 - 其實因為主要是很多的商品 - 你在賣的時候 - 你會發現 - 就是為什麼別人賣 - 好像都大賣 - 我就覺得這個商品應該也會大賣 - 結果給這個主持人賣 - 沒有欸 - 沒有大賣 - 我就覺得奇怪 - 那我的獎金要怎麼來呢 - 然後我就想說 - 好 那我在開發別的商品 - 譬如說美容的商品 - 大家每天都要擦保養品 - 這種商品應該是很大賣吧 - 對 - 應該都是丟粥的 - 丟粥的 - 一定丟粥啊 - 因為這種每天女生都要用的 - 然後就誒 這個主持人賣 - 然後就誒 拿回來賣 - 沒有欸 奇怪 - 到底又沒有 - 很不順就對了 - 很閒門欸 - 然後我bonus就會一直拿不到 - 然後你會發現 - 我們有排名你知道嗎 - 然後你就會落在那個中後段 - 然後我就覺得 - 真的就是 - 我覺得賺錢 - 除了你錢要進來之外 - 你要怎麼樣讓錢留住 - 以及你要多賺那個偏財 - 是要有方法的 - 對 - 以前我之前都是訂存啊 - 或玩股票啊 - 那你不懂的時候 - 你就是賠錢 - 可是呢 - 好死不死有一次 - 我在隔壁棚 - 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 我碰到了江老師 - 他是被請來的來賓 - 是 - 而且他那一集在講 - 皮修 - 皮修知道對不對 - 我知道 - 皮修一定是咬錢啊 - 賺錢啊 - 我那時候 - 神獸 - 對 神獸 -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 好啊 - 那種 - 只要是業務的 - 家裡一定放滿了皮修 - 像我朋友小芬姐 - 他家裡是養了滿滿 - 大概一百對的皮修 - 然後我那時候就問江老師 - 我說江老師 - 那我要買皮修 - 皮修我買回家 - 放在哪裡 - 然後放在什麼位置 - 是不是比較好 - 我想買一對 - 因為他剛好在幫人家介紹 - 這個皮修講風水 - 是 - 然後江老師就說 - 不是耶 - 晴欣 - 你不應該買皮修 - 他說你應該買的是聚寶盆 - 聚寶盆喔 - 那時候我想說聚寶盆 - 我家那時候還沒有聚寶盆 - 只有就是想要買皮修 - 想要買一些省售 - 放在家裡這樣子 - 然後後來我就是聽了 - 江老師的推薦 - 然後我就想說 - 好吧 那就試試看 - 然後家裡就買了那個 - 我就自己去買了一個聚寶盆 - 然後買了以後就回家放 - 然後你會發現 - 這個有放有差喔 - 因為在整個的過程當中 - 你會發現 - 業績慢慢慢慢開始往上爬 - 然後每一個東西不但大賣喔 - 然後你還達到獎金 - 還有扣打 - 然後你會發現我的副業也很好 - 然後很多人都來邀客 - 然後很多人都在這個業界 - 就是在有氧業界也蕭有名氣 - 然後甚至有朋友來找我合資 - 然後投資這個健身室 - 事實上我們台灣的幾大財團企業家 - 他們都有風水是非常看重的 - 那為什麼呢 - 我講一個你們大家一定認識 - 國泰菜家 - 國泰菜家這三四十年以來 - 在台灣累積這麼龐大的一個資產 - 對不對 - 它很厲害 - 那麼事實上對 - 國泰菜家早年發跡的時候 - 他們非常重視這個 - 為什麼呢 - 你知道嗎 - 你沒有發現他們選擇的地點 - 都是最好的地點 - 通常都在路口哪裡對不對 - 然後他們的屋頂 - 通常會蓋一個綠色的圓頂 - 為什麼呢 - 因為錢進來了以後 - 要把它鎮住在裡面 - 公眾嗎 - 對 - 那不要讓他流出去嘛 - 那還有就是說 - 其實他們的砍棒招牌 - 有一個很特殊的 - 調他們家的砍棒車 - 要特別注意 - 為什麼呢 - 只可以往上 - 不能往下 - 調招牌 - 你調上去的時候 - 你有的時候會上上下下 - 對不對 - 那你就要非常小心 - 為什麼呢 - 因為你的業績跟你的發展 - 只能往上 - 你不能往下嘛 - 對不對 - 所以調的時候 - 你一定要非常小心 - 整個 - 我們潘朵啦 - 星期八十年一直往上 - 你一定要記住那個Mega就對了 - 那有飯店業好了 - 飯店業的經營也是一樣 - 為什麼呢 - 台北的相關的大飯店裡面 - 你看軍越飯店 - 國際級的大飯店對不對 - 你如果注意看的話 - 我們常常講說 - 他們都會在前面擺那個水 - 噴水池之類的嘛 - 對 - 它的水是往內 - 而不是往外 - 為什麼 - 因為水代表財嘛 - 財 - 當然是往內 - 你怎麼往外呢 - 我跟各位說 - 你不要以為是開玩笑 - 你看那個噴水池 - 你看瑞德哥這個照片 - 對 沒錯 - 你看這個圓頂 - 有沒有 - 封住 - 沒有錯 - 他們的上面都是 - 會有圓頂的一個 - 譬如說風水造型的 - 對 圓頂 - 然後都是圓頂 - 然後你注意看那個水 - 水其實的方向是往內 - 而不是往外 - 然後事實上呢 - 你跟你說 - 各位說 - 這個會不會是明信 - 有時候寧可信其有 - 為什麼呢 - 剛剛說前面會有水 - 對不對 - 相關的造景 - 桃園曾經有一個 - 這個很棒的 - 五星級的度假大飯店 - 是 - 老闆呢 - 因為認為說 - 他喜歡一些古人所說的話 - 或是要這個 - 腳踏實地之類的 - 對 - 他在大門口 - 他飯店 - 都家大飯店的大門口 - 那家飯店我還去度假過 - 大門口呢 - 擺了一個什麼呢 - 擺了一個 - 這個 - 農夫啦 - 然後呢 - 一輛牛車 - 牛車上面載了很多的木材 - 感覺怪怪的 - 可是門是 - 那個農夫是朝外面 - 他的度假大飯店 - 聲音都不好 - 你知道為什麼嗎 - 因為財者 - 財業 - 財富 - 你把整車的財務 - 都往外拉了嘛 - 跟著說怪怪的 - 對嘛 - 然後員工 - 就有員工去問了老師 - 以後老師就跟他說 - 很簡單 - 你只要把他稍微 - 改一下方位 - 往自己 - 你把牛車往裡面拉不就好了嗎 - 但是老闆堅持說 - 應該沒有關係吧 - 各位 - 這家五星級大飯店 - 已經倒閉了 - 真的啊 - 一命二運三風水 - 運很重要嘛 - 但風水也很重要 - 但是問題是 - 我們也不可能說 - 像這些大老闆 - 把屋頂蓋圓的 - 有時候像我們的 - 這個小孩在外面工作 - 他也希望他居住的地方 - 風水好 - 是啊 - 可是他那房子是做來的啊 - 對 - 對 或者是說 - 就算我們這個房子是自己的 - 可是我們不一定有這個預算 - 是啊 - 還有就是我們在辦公室 - 對不對 - 你可能平常辦公室 - 辦公室也不是我的啊 - 就算是我的 - 那我們也不一定有那麼多的錢 - 可以去大興土木 - 那我就想要問我們的 - 專博樂 江老師 - 因為風水 - 是 - 講究一個磁場 - 加上國泰來講 - 因為那16年前 - 我出外景的時候 - 看過他們家的風水 - 真的是五行 - 包括牆壁 - 包括樹 - 包括木火土 - 用五行的顏色 - 來望他的磁場 - 你看人家都重視 - 其實很多大老闆都很重視 - 對 - 你看嘛 - 就是我跟你講 - 只是他都私底下做 - 他也不要讓大家知道 - 就是這樣 - 你一口的意就是說 - 我們不要不相信這個 - 是 - 大老闆都有來做 - 你可以看到 - 像國泰金上面 - 為什麼有一個圓形鼎 - 因為圓形屬金 - 是 - 金可以來深水水煮菜 - 那為什麼很多的飯店 - 會擺這個水 - 噴水池 - 因為這個水跟柴有關係 - 對 - 那因為如果像你看 - 我們金華酒店 - 16年前的時候 - 那時候我出外景 - 他本來生意也沒有很好 - 後來我建議出外景 - 我跟他講說 - 門口擺個噴水池之後 - 因為東方 - 因為他本來是做東香雞 - 東方鼠木 - 你擺個水 - 水來深入之後 - 整個磁場 - 你看 - 金華酒店到現在多旺 - 對啊 - 是真的 - 對 - 但我們講說 - 很多人講說 - 賺錢 - 其實賺錢每個人都會賺 - 但中國一句話講說 - 怎麼少吧 - 碳節也不可以有 - 欠節也不可以有 - 你看對嗎 - 那這個時候就要有 - 所謂的聚寶盆 - 像這樣一個聚寶盆 - 對 因為我們又沒有辦法 - 像金華酒店 - 現在門口弄一個水池 - 那有一些 - 糧身訂做很重要 - 像你看 - 像我們這個 - 像這個聚寶盆 - 老師 - 聚寶盆一定要有設計 - 你這就是聚寶盆對不對 - 對 就是聚寶盆 - 你看 - 聚寶盆的設計 - 它一定要有一個條件的因素 - 要幾個條件的因素 - 第一個 - 口一定要比較小 - 口要小 - 這個口比較小 - 肚子要比較大 - 再來是 - 它在它的表面 - 一定要有個吉祥的圖騰 - 你可以看到這兩 - 這個聚寶盆裡面有設計一個圖騰 - 有沒有看到 - 有 - 那這個叫鯉魚 - 鯉魚 - 那鯉魚代表在中國傳統吉祥話裡面叫 - 黏黏有魚 - 黏黏有魚 - 黏黏有魚 - 也不是金魚什麼那些魚 - 而且感覺它黏黏的會把錢都黏過來的感覺 - 對 它就黏黏黏 - 就其實它的邪言叫黏黏有魚 - 但你看 - 它這個魚一定要畫兩隻 - 你知道為什麼嗎 - 雙雙對對嗎 - 對 雙雙對你萬年富貴 - 你看我也有天分 - 一定要跟你們去幫你們去看 - 當然外面會有很多的客人說 - 我也可以去外面買一個聚寶盆就可以了 - 你擺這個聚寶盆 - 是 那这个聚宝盆就说 通常其实还是经过开光 开光 开光之后才有出来 当然我们会讲 比如说像 像这个我有写个瑞德 瑞德的招财符咒 瑞德哥 开光量身定做 才可以把钱存进来 再来是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说 我们讲天时地利跟人和 就算你永远有个聚宝盆 你没有开光也没有用 就自己去买一个 没有开光也没有用 那你经过量身定做 开光之后 还有风水的摆 刚才讲风水非常重要 到底这个地方 聚宝盆 你要摆在哪个地方 放哪 对 就很重要 那我们讲天时地利跟人和 什么时间摆放 摆放在什么方位 那什么是最佳方位 一定要找厉害的老师来看 才要办法改变 或者真的要去规划 真的 你搞听老师这么讲 爸爸妈妈 聚宝盆学问可多了 第一个聚宝盆的形状 形状很重要 图腾 颜色 放哪 有没有开光 有没有符合你的深层八字 我们讲量身定做 你看 美美佳佳是不是很多 一定还有什么 我们要注意的 等一下广告回来 我们既然知道 聚宝盆有这么大的威力 立即招财 帮我们的小孩 赚大钱 守住 对不对 很重要 要注意什么 要注意什么 等一下广告回来 千万一定要好好看我们的潘朵拉心情BOX 欢迎回到潘朵拉心情BOX NICO 你现在知道聚宝盆的威力 真的 真的他不是说我们这些 我们讲说好像一些民间传奇 好像古时候的什么流源外 成源外 有什么放聚宝盆 那只是一个传说 瑞德哥 我刚刚正跟爸爸妈妈讲到说 这个聚宝盆古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流传 没错 他到底这个正宗的由来是什么 对没错 聚宝盆的故事不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编造的故事 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么是在原莫名处的时候 有一位商人叫做沈万山 不过他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那么有钱 他一开始其实就是一个小康 不是非常有钱 那么沈万山他的心地蛮善良的 他有一次去外面等于说收收货款 然后回来的时候身上有一点钱 那回来的时候 发现乡下人 你知道乡下人喜欢抓青蛙 他抓了 他听到了那个蛙叫的声音 总共抓了大概有一百多只的青蛙 要卖 那卖了要杀 你知道吗 那沈万山刚好走过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青蛙就一直叫一直叫 看他走过的时候他就叫 叫了以后 沈万山就突然间欣起那个怜悯之心 他就觉得这些青蛙好可怜 那这样子一定会死掉 干脆 干脆我去把他买下来 那他身上不是有收货款吗 就把部分的货款挪用 然后把这些青蛙买下来了 可是他没有带回家 也没有卖到餐馆去 他就找了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为什么避免再被人家抓到 然后就把他放生 放生 他就把他放生 一百多只青蛙 他就把他放生 放生以后他也没有当做一回事 就回家 隔天清晨一大早 他的太太把他咬醒 为什么呢 他们家因为住在那个 比如说城郊 因为不是很有钱 住在那个城郊 然后他太太说 一大早要煮饭的时候 外面都是青蛙叫的声音 然后很奇怪 他都不敢出去看 因为这么多青蛙叫 沈万山就觉得很纳闷 他把门推开一块 不得了啦 一两百只青蛙 围在他家的那个门外面 你知道吗 报恩来了 重点是 他们除了叫之外 这些青蛙围着一个盆子 围着一个盆子 然后围着一个盆子 他没有跳到盆子里面 是围着一个盆子这样子 那那个大家好像 那个青蛙看到他以后 都不叫了 好像在告诉他 这个盆子 送给他 你这样子吗 对 是有这么一个典故 所以他后来想 那可能是不是要报恩 之类的 好吧 那我就把这个盆子 拿进来以后 这些青蛙跳走了 那么一直到 过了一段时间的以后 他太太呢 本来也不知道 这要当水缸吗 还是当什么 不知道 有一天呢 因为他们家 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呢 那就结婚的时候 那时候结婚的时候 我们就打那个金戒 金项链金戒指 以古代的人也是一样 对 就把一个金戒指 对不对 然后就不小心 那是不小心的 就因为要弄什么 不小心 掉进去 他太太就把他拿下来 到处放 就把他丢进去 放在那个 绽放 绽放了 隔天一大早起来的以后呢 怎么里面有两个 一个变两个 他就觉得好奇 然后呢 就想说 为什么这样子呢 我们只有一个吗 然后 心里想怪怪 好吧 就把他放着 好 不要管他好了 隔天再来 两个变四个 四个变三 一直滚滚滚滚滚 滚到后来 整个聚宝门满了 你知道吗 而且他妈的那件事情 就是我丢金就变金 我丢银 古代也是有银子嘛 对不对 他丢银就变银 那越滚越滚越滚 滚到后来 沈万山就变成 当时的巨父 但是他让我想到说 这个沈万山 他的聚宝盆 他是跟他有感应的 是 是青蛙报恩给他的 那是专属于他的 就好像他就说 爸爸妈妈你现在转电视 刚好看到我们 潘朵拉心情霸食 你看到了 我们所谓的聚宝盆 他跟你是 有感应的 有缘分的 为什么你不是 昨天看到我们节目 讲聚宝盆 还是去年 就偏偏这个时候 就好像沈万山 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 聚宝盆出现在他面前 那因为他真实 因为他是必须要 量身打造 那我就问问我们的 这个陈欣 你也因为靠聚宝盆 赚了很多的钱 人生第一桶金 对 可是你当时拿回家之后 你有想过 他要怎么放吗 带回家的时候 我就随便放 因为我想说 没有那么懂风水 因为毕竟我不是风水老师 然后我就随便放在 一进门口 我家有个鞋柜 我想说那边太空了 就放了一个聚宝盆上去 可是我就觉得 放一放怎么没有感觉 然后就是没有 那个时候不会觉得说 业绩马上上来了 然后我后来就想说 好吧那要不然就放在 可能一进门口 我说太尴尬 我就把它放在我家的 我的主卧房 的床头的书桌上 对我觉得越靠近 我应该还不错吧 听起来好像是 是不是 就是觉得说 还应该放在主卧房 床头 因为我是一个书桌 不是一个小柜子 然后可是我还是觉得 一两个月没有什么起色 后来我就受不了 我就因为认识江老师 可是大家都知道 江老师非常非常红 我光哦 就是像我们自己正常人 打电话去要预约 你知道我排多久吗 半年以后 哇 这样子太久了啦 对 我两个月 我都快受不了了 然后后来我就说 要不然我跟江老师认识 然后我说江老师 拜托啦 帮一个忙 我把我家平面图画给你 然后你教我放在哪里 这件事 这个平面图江老师那时候 有看过嘛 对不对 因为当时他放的地方 就说放在路门口是错误的 就说门口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财不漏白 是 所以我们应该是从门口来讲 进门的鞋对角 比如你有客厅的话 放在客厅的鞋对角 像进门在这个地方 鞋对角在这个地方 所以聚宝盆 当然是摆在这个地方 对 但我们提到 不是你摆个聚宝盆就可以 还要看时间 看日期 看方位 出生年月日 还要看方位 这样天时地任何时候摆上去 它自然能够击杀成塔 就像刚才瑞德讲 一个变两个 两个变四个 四个变八个 业绩越多 那还要记得就是 这个聚宝盆就没够了 就是说一定 还要放钱母进去 除了这个符开光以外 通常我们放168 或是算888 钱母 或是1688 所以钱母就很简单 比如说 你可以准备两个五十块的 六个十块的 八个一块 代表168 放在聚宝盆里面当钱母 陈欣你看 所以就算你选对了 适合你的聚宝盆 但是你没放好 一开始你看你都浪费时间 所以 老师 老师 真的请你出来一下 我一定要告诉我们观众朋友 你说讲个人还不够 讲卧室还不够 我们要能够放聚宝盆的地方 太多太多 2017 就是每一年其他所谓榴莲 催财的方位 催振财 如何催振财 如何催偏财 如果防止破财 就很重要 对啊 但今年有三个方位 2017年 第一个 你如果想要催偏财的 想要赚恒财的 那请记得 北方 就是整个居家或是办公室 或是工厂的北方 是所谓的偏财位 也是催财的 那北方 当然你就可以放个聚宝盆 北方位 但如果你觉得一个聚宝盆不够 那今年东方是所谓的正财位 正财的位置 东方 东方就是整个居家 或是办公室 或是工厂 公司的东方 也可以摆个聚宝盆 也可以 正财跟催财一起放 正财偏财一起放 他有啊 他讲说如果你聚宝盆 比较多一点 对 但是呢 有一个方位 因为今年 如果说 你的卧房 或是你的办公桌 你的财位在西南方 西南方是今年的破财位 那放那不就 惨了 就容易破财 我看可能程鑫一开始 你是不是就放在那种怪位置 或是说 如果你今年是坐在这个方位 代表说你个人 如果坐在西南方的位置 包括你的办公室 是 你的床在这个地方 容易破财 那怎么办呢 当然要摆一个聚宝盆 正在破财位 因为本来会破财 对 所以你把聚宝盆摆在这个地方 那每天下班很简单 把身上的零钱 放在聚宝盆里面 就可以来存钱 就像我们瑞德哥讲的 放金放银 那我们放钱 有点像钱母的 越借越多 越借越多 好 老师 谢谢 那可是聚宝盆 是不是都百无禁忌呢 像哪些地方就 聚宝盆摆位置非常多 像我们图片上看到 电冰箱上面不能摆 因为很多人 可能没有地方摆聚宝盆 就摆在电冰箱上面 还有禁忌 那为什么不能摆 因为电冰箱五行属火 你把柴位属金 火来客间煮破财 有啊 有很多那种 有没有 比如说你的小孩 在外面租房子 他可能就把聚宝盆 放在电冰箱上面 他就租的房间很小 不是我 我也放冰箱 很多人会把聚宝盆摆在神桌 也不行 这不是感觉蛮配的吗 神桌你当然可以 比如说你可能有所谓的玉佩 法相的东西可以放在神桌 这两个 聚宝盆不能放在那边 妈妈要记起来 当然也不能放厕所 那放厕所一定 因为厕所每天会排水 冲大便 所以你放在那个地方 就把钱材 把钱材整个都流失掉了 OK 那有些人说 地板 那我聚宝盆没有地方放 就把这个聚宝盆放在地上 可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 为什么 你走来走去的话 胯下 聚材东西会在肚脐以上的部位 不能再胯下 所以聚宝盆 高度也要注意一下 所以不能说 我虽然是柴位 可是我把它放在地板 这样也不行 也不行 老师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些方位 也知道了 它不是百无禁忌 有些真的有禁忌 那老师 那都已经 大家已经这么开心了 你今天又带这个聚宝盆来 你是不是要用这个聚宝盆 跟我们观众 观众朋友结缘 我们是告诉各位说 有这个聚宝盆 你还一直把我拉回去 他还一直把我拉回去 我们是送红内裤的 什么 你还送红内裤 老师 这个 你也常穿吧 不是 这我要先讲一下 老师 我打个岔 老师你突然拿出这个 让我觉得 我跟你 真是一对 心有离忌 因为我今天就穿红内裤 真的有用 等一下 我会跟观众朋友讲 老师你继续 好 那其实红内裤 我们要跟观众朋友 结红内裤是为什么 因为红色代表喜气 喜气 人之所以运势不好 代表声帐累积很多不好的量 那不好的量 属阴气 阴气来讲属水 那红色属火 火会把阴气蒸化掉 就跟红包的这样 有概念有关 但是你看 我们请瑞德兄 帮忙抓一下 夹财万贯的人抓 这个钱币的造型 代表腰肠万贯 好 但是正前方呢 有一次铲除 就跟我们刚才讲的 铲除 铲除帮你咬钱 铲除帮你咬钱 是 好 那铲除咬钱以外 你可以看到 左边 左边组长财 所以我们左边 有个豹 那豹咬一颗钻 谁叫做 钻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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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没什么 两次 这边一个皮羞 这边一个皮羞 有没有 皮羞专门咬钱的 咬正财跟偏财 所以把你的钱 通通咬进来 这一集的观众朋友 看到的人 有机会拿到这个 红内裤是吗 你大概要打电话进来 对不对 但是 还要送平面图吧 还让他们看一下 平面图 你是说帮帮伴朋友看一下 可以吗 可以啦 如果有结缘的话 当然就可以了 老師 阿沙琳 觀眾朋友 真的 進廣告之前我跟你說 你一定要聽喔 這個紅內褲 我剛剛不是跟大家 買了一個梗嗎 說這個紅內褲真的有效 而且有錢 對 而且我自己就有感應 等一下我要把這個故事 跟爸爸媽媽一起來分享 廣告回來 鎖定我們的節目 不要走開 歡迎回到我們派朵拉心情boss 今天這集氣氛非常的high 真的 為什麼 因為這集感覺 大家都要賺大錢了 觀眾朋友 我剛剛不是有跟爸爸媽媽講嗎 說紅內褲有故事對不對 他看一下 我要撩我的衣服了 這不是限制集 真的假的啦 我給你看看 好妖傘 大家看一下 黃褲頭 紅內褲 而且 妖傘萬貫 還有這個什麼 原來你早就已經 Niko 你要篩錢啊 你以為看這種表演 都不用篩錢了嗎 江哥真的有穿啊 沒有 我跟你爸爸媽媽講 其實早在幾個月 大概一兩個月前 我就去找江老師 本來要請老師幫我畫符 老師不在 老師你助理在 他怕我這樣子 空手 對 就是覺得不好意思 沒等到老師 他就送了我一件 結果老師 我根本都沒跟你說 我瞞著你 我就穿囉 結果呢 二零一七年我想新的一年 我從來都不買股票 那我就想說 今年穿了紅內褲 氣垮埋 我就跟我那個理財 理專就講說 我今年想買股票 試試看 那個時候才九千點 一買 現在我後來 我後來去看 九千三四百點 你不要看 那多那三四百點 就我的投資的錢 就至少增加了三四百點的那個價值 是啊 媽媽媽 我從來不會玩股票 從來不懂 穿了紅內褲 馬上就賺了哦 觀眾朋友 你一定覺得說 紅內褲怎麼那麼神奇 他就是能夠幫你迅速的 當然長期來講 加分是吧 對 長期來講 還是要聚寶盆 對 陳馨 是 你覺得紅內褲有沒有很神奇 我剛剛不好意思說 我剛剛不是說 你也穿了有沒有 怎麼樣 你也有嗎 我也有 真的還假的 我跟你講 而且我那時候 因為我的聚寶盆是請 江老師 就是我們剛說量身定做嘛 有這個時間啦 日期啦 然後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我就想說 今年就是好像要有紅的東西 然後老師 剛剛不是我一開始有講過 雙雙對對嗎 對 那時候就一次買了兩條 我是不好意思像你這樣 要繡出來 我相信今天有穿一條 你比我還厚一點 你是直接拿出來耶 沒有 我總不能把裙子翻起來 然後我就帶了一個 這個是我洗過的 這個我就買了兩條 然後 你們先是送對不對 我那時候花錢買耶 你看看 對 而且我 我寫 劇宝盆應該要送 有有有有 對 有一個桃花節 因為我跟老師說 老師 我的愛情啊 都空空的 就是 我有工作 所以我們女生其實設計來講 也是一樣 設計一個桃花節 對 前面他也有一次 那個殘櫥 兩側也是有皮修 對 那另外一邊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 有 有那個怎麼轉爆 背後有一個爆 哇 你看看 內褲義碼 什麼都有 就是我在談業績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在談Case 有時候我們譬如說 譬如說要談商品進來 你知道我一定會穿 我只要見客戶 我一定穿 然後你會發現那個Case 談得很順 然後譬如說我最近 準備要跟人家投資 這個健康事業 也就是有氧的運動事業 然後我當跟人家去談的時候 我也發現很順利 然後那個客員 你招生 什麼都很順利 你看看 加分 這個要跟聚寶很搭 那女孩子的話呢 通常會譬如說 比較保守一點 但是在什麼時候特別穿呢 比如說我很喜歡的 一位女明星 這個羅佩穎 羅碧玲 對不對 羅妹妹 那麼事實上呢 他們女明星 還有一些名人 他們最喜歡在什麼時候 穿紅內褲 什麼時候 打麻將的時候 打麻將 打麻將的時候 就是穿個紅內褲 那整個心情就不一樣了 打起來 自己去搞 自己碰壺 對不對 那個機會特別高 可是問題就在一個事情 就是說 如果四位都穿紅內褲 對啊 那你 你看你就 你就腰腸萬罐了 那就是要有黃褲頭 要腰腸萬罐 還有愛感年 事實上包括 不客氣跟各位說了 其實在台灣的很多名嘴 不管是男名嘴女名嘴 也都有穿紅內褲的習慣 像我們中國的 對沒有錯 對對對 像我個人其實有這個PN號 不過 再秀一下 年紀有一把 就不要了 我是沒有賺什麼大錢 不過這個 因為我也借賭不能賭博嘛 我就這個有長期投注大樂透 因為政府說這不是賭博嘛 那做善事 不算不賭博 那算做公益嘛 對 我也沒有賺千萬百萬都沒有 我賺了幾十萬而已 你看看 穿紅內褲 這我覺得穿了以後 其實會讓你有一種 等於說 你自己感覺上 心情就會變得整個開心 所以紅色代表喜氣 真的爸爸媽媽 所以這個紅色的內褲呢 它有加分的作用 但是呢 如果要回到我們前面所說的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的財產 能夠一步一步的增加聚集 然後呢 能夠讓我們 就是在我們的平常的工作當中 也能夠多賺到比別人多的錢 還是要靠聚寶盆 對 就像我們晨熙一樣 是 老師 你剛剛從一開始呢 就跟我們說這個聚寶盆 雖然這個沒辦法結緣 內褲來結緣 但是這個聚寶盆啊 其實呢 你現在手上拿的這個 它的藝術價值也很高喔 這不得了 因為這個 這個背後啊 這個簽名 中國景德鎮 年年有於中國景德鎮的 陶瓷藝術打師 莊惠 莊惠 背後有它的限量簽名有沒有 莊惠的限量簽名 真的耶 所以台灣也沒有幾顆啦 沒幾顆耶 它的材質是 陶瓷座 陶瓷的青花池 青花池 不就周董的歌詞裡面也有提到 他除了說可以當聚寶盆以外 你放久了還可以傳宗接代 傳子孫 為什麼 這個如果放個三四十年 四五十年之後 這個作者 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他越來越爭執 那將來就變成古董了 我懂了 因為很有名的 你以後 你想要 還不一定拿得到 那麼事實上後周世中才榮 有一首歌 有一首詩 那個詩叫做 雨過天青雲破處 雨過天青色就是它的顏色 這象徵天上 剛好雨過天青 剛好下完雨了 整個天上過了以後雨過天青 就是青花池的這個顏色 那麼莊惠大師呢 他有一個很特殊 因為他叫 中國莊池 他的池器叫做莊池 他開山立派成自己的一派 很特殊的池器 所以呢 他又有每一年 大概有四五次的習慣 他會到這個中國很多的 千山萬水去 他在一個地方 尋找他自己作畫的那個靈感 那個天 天真地秀等等 所以後來他繪畫出來的東西 就跟別人不一樣 這個就是他自己本身的價值所在 那我們現場的聚寶盆 他除了讓你知道 有這些的磁場 靈氣之外 老師又說 他是青花池 景德鎮 瑞德哥又講 他是莊老師的莊池 而且數量應該是很少 而且他還得 參賽過 得過很多的金獎 銀獎 甚至於在國外 有很多的美術館 還是博物館 都有收藏他的作品 你看 又有藝術跟增值的價值 那我們聽起來 這真的已經是 就是所有的條件都具備 但只猜一個 你猜哪一個 老師剛剛那個聚寶盆裡頭 不是有拿出像他幫瑞德哥畫的符嗎 老師 那個符我們一般爸爸媽媽也不會畫 那你這個能不能也 跟我們觀眾朋友結緣啊 不是只有橫內褲 應該是聚寶盆跟我們結緣 不會太貪心嗎 因為我知道這符我去找老師 老師不在我還拿不到 其實這個符就是說 這個聚寶盆除了收藏價值以外 對 他可以幫你招財 那當然招財一定量身訂 比如像這個名字 而且王瑞德 瑞德 張宗伯 對 姜伯勒 你有幫我寫嗎 老師我可以去找你 真的老師你補給我 真的真的 那我們就賺到紅內褲 對啊 所以這個當然要經過開光加持 才能夠讓你存錢 那每天就很簡單 下半時候把零錢放進去之後 對 就可以 那如果存到滿之後怎麼辦 很簡單 拿去存起來 再把存存放在裡面就可以了 當然 即時方位非常重要 放的位置也非常重要 但這個交給專業老師就可以了 懂你 那老師重點是 是 重點是 能不能跟觀眾朋友結緣 你開放幾個名字 你講了那麼多 我都知道 對 你叫聚寶盆應該沒有幾個吧 這個沒有幾個 現在台灣沒幾個吧 因為這種價值 老師你知道 這三個字是什麼意思 乾脆臉 可以開放幾個 三個 三個 老師我本來以為你只會講一個 三個 不錯不錯 幫我彈掉 幫你們爭取到 扶三個 我去排隊都還拿不到喔 還有紅內褲喔 好 但是你以為 還有平面圖 聚寶盆聽到這 你以為 就 都已經聽完了嗎 錯 我告訴你 聚寶盆裡頭 還可以加碼放一些東西 可以讓你持續聚寶的能量變得更強 放什麼呢 現在告訴你們 no 廣告回來 我再跟大家分享 歡迎回到我們的潘朵拉心情Buds的現場 這個爸爸媽媽你常常聽人家講說 說我的這個車子有掛Turbo 掛Turbo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這個車子多了Turbo之後它可以跑得更快 對 聚寶盆嘛掛Turbo你知道嗎 等一下你跑得更快 要怎麼辦 誠心什麼東西啊 這Turbo可以公布一下嗎 可以喔 應該可以公布 就是我去找姜老師的時候 他不是有量身訂做我們的深層拔字 幫我們寫那個符嗎 那老師說要放在這個聚寶盆裡面 然後老師還跟我建議說 假如你想要桃花啦 你想要工作遠順啊 健康也好啊 老師建議我說 你可以去找那個五色水晶 水晶 水晶有五個顏色 然後這五個顏色各代表不同的意義 然後老師說你可以自己找 然後我就去 真的去建國花室裡面去找 就去找了一個五色水晶 然後把它放在我的聚寶盆底 然後把老師那個也放進去 然後老師之前還跟我交代說 一定要放那個錢母 所以我把我上每天下班回來的零錢 我都放進去 可是你知道因為這個盆很大啊 我順便也要想問老師 就是我一直放一直放 它已經有點滿意出來了 對 所以我不知道錢母 就是老師我想問就是到後面這個錢母 是要繼續放那邊還是可以拿去 然後再換一個新的錢母 你可以把它拿去銀行存起來之後呢 把存折放起來 換成紙本 對就可以了 然後存折放成之後 那再繼續放錢 繼續放錢 再存折起來 就像聚寶盆 它真的很快就滿意出來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 陳欣講的有道理啊 因為水晶本來就具有磁場跟能量 那也有一些粉晶像是紫色水晶 黃色水晶 招財 招智慧 粉紅色水晶是招桃花 老師可是我剛剛聽到他說這個錢母 我想這錢母應該不是只是單純零錢隨便丟吧 應該還有一些一開始要怎麼放這個錢母 當然我們交觀眾朋友 就像這樣一個聚寶盆 當然首先你一定要開光 開光之後當然還有一張招財符在裡面 在裡面的話我們講說錢母非常重要 就是你可以先準備168或是888 或是1680 要有數字 那很簡單 比如你放168就是兩個50塊的 6個10塊的 8個1塊就168 168這個錢母放進去之後呢 你自己準備所謂的五色石 這個水晶的五色石 這個五色石因為錢財屬金 那這個五色石屬土 土來生金 讓你的錢更旺 那你把它放進 倒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當所謂的錢母了 那每天很簡單 下班的時候再把零錢丟進去 那存到一定時間滿的時候呢 換存責 那存責領完錢之後 一樣丟進去之後 每天上下班 有零錢再把它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應該就可以加速我們聚寶盆的能量 對 而且老師跟你招財以外 這個東西你放個三五十年 放個十年八年 傳宗接代 傳子傳孫 都有它增值的效果 OK 等於說實在的 就是說就單單收藏這個 你就已經發財了 對 為什麼 因為它有增值性 還有就是它本身是一個 算是一個當代一個非常有名的 一個藝術家 藝術家的這個創作 跟它的這個價值 所以它其實它都有限量的 對 那我們再補充一下 當你用這個聚寶盆 當然你需要第一個 擺放的時間 擺放的位置 對 但因為這個觀眾朋友 一般可能不知道 那沒關係 如果你今天有來結緣的話 有跟我們 節目當中有問題 有疑問的話 老師都會幫你做解答 老師都會幫大家解答 是 所以就是說 今天看到我們這一集的這個觀眾 他可以跟我們節目聯絡 然後呢 老師可以跟我們再解答 跟我們結緣對不對 是 沒錯 應該也可以像陳欣剛剛那樣子 陳欣你那平面圖再拿出來 我可以再秀一下 應該也可以像畫個平面圖 跟我們製作單位聯絡一下 對 就是把自己家 那老師可以來幫這個 有緣分的 有結緣的 觀眾朋友來結緣 那其實觀眾朋友很簡單 就是說 你今天可能是要放在居家 那你就可能把你居家的客廳的平面圖畫出來 那如果你是要放在主臥房 就把你主臥房的位置畫出來 那如果你是要放在店面 你就把店面的櫃台畫出來 那如果你是放在公司工廠一樣 你放的位置 對 你把它畫得出來 那給老師看老師就知道 那如果你是公司主管 你要放個人的聚寶盆 就把你的辦公室的位置畫圖傳真過來 那老師可以告訴你 什麼方位是最好的擺設 欸 老師 那你看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怎麼樣讓聚寶盆的功能 加快 加大 可是我覺得量身定做這部分 尤其是時間 還有日期跟我們這個生成八字的部分 所以我想爸爸媽媽也很關心 你擁有了聚寶盆 擁有這個符咒 當然擺設的方位也非常重要 那擺設的時間 時間 時間跟方位 比較簡單的話當然觀眾朋友 你可以翻農民曆 農民曆 有開光的日子 有祈福的日子 有拜拜的日子 或是農民曆裡面的格數 比較寬比較大 那通常是好日子 但因為一般觀眾朋友可能也看不懂 那沒關係 我們就要打電話進來 老師幫你看比較快 你自己看可能要畫 像陳欣這樣是不是要傳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最快的方式 是因為譬如說我認識姜老師 所以你知道光他排要排半年 那你還不如因為認識老師 剛好今天節目也認識老師 就傳個平面圖 不是更快 傳到我們節目來 對 所以你看像陳欣這樣講的 也是代表觀眾朋友的心聲 我們都知道量身定做 還有方位跟時程很重要 但真的自己下去做 又開始擔心東擔心西 對 我哪邊疏漏了 結果不做還好 適得其反 不過今天這些所有煩惱 你都不用擔心 對 因為只要跟我們這個 你自己家裡面 有這種居家風水的問題 畫出來 對 畫出來 然後跟我們節目聯絡 對 老師今天要幫大家 就是說你只要畫出來 然後對這方面有興趣 他幫你 找出方位跟時程 對 老師真的今天是剛好上我們這個節目 被我們這樣子拜託 不然你看我這張服 我剛剛一開始就講 我去找老師畫服 老師不在 他的助理還要送內褲來讓我消氣 你知道我等這張服要等多久 要等可能快一年 不用等了 看我們的節目 跟我們聯絡 你所有的答案都可以讓他解決 那麼這時候 你會發現 聚寶盆 再加上這些加碼的東西 放在你的家 你不用再去擔心說 我這輩子只能這樣子每個月三萬四萬 永遠什麼時候難能買房子 對 你也不用擔心你遠在異鄉工作的那些小孩 你的小孩 他們是不是可能會在職場上面 被人家擠掉 被人家批這個 批沒成績 被老闆給開除什麼 你都不用擔心這些 因為聚寶盆就是會帶來賺錢正面的能量 讓你2017年可以大探集 趕快成家買房子 HANDOLA星群BOSS一定會讓你 大探集 再見 再見